猫的学院又要有线下领养活动了 像这样可爱的小猫呢 我们这一次有40多只 我们这40多只小猫呢 都非常的有猫得 它们除了大家之外 基本上不会干其他 没有猫得的事情 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些小猫们 我们如果想要领养的话 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这是5只小橘子 它们都已经取好了名字 但是它们叫什么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它们都长一个样 它妈来了 估计也分不清它们叫什么 其中有一只的 那叫认错鸟是我们在抓它的时候 它们小曹当成了它妈 结果呢认错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请问哪一只是认错鸟 答错扣5分 最近小橘子特别多 有各种各样的小橘子 有短毛的也有长毛的 这5只全都是短毛的 下面呢有一只长毛的 这个长毛小橘子是我徒手抓的 哎呦呦呦呦这么凶啊 这下这么凶啊 它们怎么抓到了呢 就是当时我在晚上的时候 在医院 我正好下楼 看到呢 它妈妈叼咬它 然后给它来了一场决斗 很明显它不服 不服就算了 我们先看看其他小猫 你看给如给包 性格温顺 居家两个猫 这还有一个长得烟熏火了 这个叫巴拉脸 来过来 这只小三花呢 就是那一只怀孕怀了九只 最后只活下来了四只的 那一窝里面的其中一只 上次领养活动的时候呢 它还太小 身体比较弱 就没有参加上次领养活动 这次 嗯 长得非常健壮了 这猫就长得很奇怪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说它丑吧 它有点好看 你说它好看嘛 它确实有点丑 其实我们这呢 像这种鬼迷着眼的小猫 还挺多的 你看这还有一 它是个长毛三花 嗯 但它还是比较好看的 这才叫鬼迷着眼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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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是它妈 它妈很凶 你看 这个凶样 这是它们的青马 这是它们的干马 这是我们的新的助理 好思佳 每天来照顾它们 除了以上这些 我们还有很多长得好玩 又好看的小猫 等到下一次的时候 再给大家介绍 那么我们这次的领养活动 是在6月29号 浅南汉域筋谷的云泉中心 那如果你有领养猫的需求的话 可以来到现场 这里面有40多只可爱的小猫 而且非常有猫德 可以供你选择 如果你没有领养计划的话 也欢迎过来玩 我们都在现场 可以和我们一起 好品牌方的羊毛 而且呢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周边 先到先得 那我们6月29号 云泉中心见